伊党主席哈迪阿旺签署前属向马哈迪发起的马来人宣言 并解释此举是为了团结马来穆斯林 不过程信党通讯主任卡丽莎默猜测 伊党和马哈迪这个政治宿敌联手是因为马哈迪有钱 卡丽莎默昨天发文告质疑 伊党或许是为了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才和马哈迪合作 他写道阿爸慕尤丁银行账户冻结后 或许伊党如今又不惜代价的去找阿爷马哈迪 因为马哈迪在银行还有许多的资金 阿爸是国盟兼土著团结党主席穆尤丁的暱称 团结党目前因面对选举资金来源可疑的指控 而被反贪会以调查为由 冻结和查封了团结党的两个银行账户 卡丽莎默也批评哈迪被阻忘踪 伊党如今和马哈迪联手是不是在间接承认 先辈在1950年代脱离巫统 成立伊党是个错误 不敬到 不敬到 昨天雷 Das真是为了 像性联手 四点 一条 由 二